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一直不洗澡的人就有我们都认识的王安石 因为他的身上狮子都排上虎须了 还被同朝为官的同事笑过一番 但和我这种懒癌不一样 王安石是因为耽误时间 毕竟古代洗个澡还是很麻烦的 但是一直不洗澡会怎样 其实刚开始只会变臭 只需要两到三天 你就会开始变成一个特别有味的人 而这都要拜你身上的细菌所赐 就这样持续了一周之后 身体就会慢慢开始狡化过度 也就是你皮肤开始出现粘膜 或者皮肤角质层过度增厚 接下来皮肤会慢慢的开始出现死皮 长疹子发炎 变得起氧难耐 你开始哪都想挠 但皮肤变得很脆弱 此时只要轻轻一挠一划就破 伤口就出现了 这时候由于长时间不洗澡 身上细菌和脏东西到处都是 一出现伤口就特别容易感染 伤口也更不容易愈合 时间长了 皮肤表面灰尘细菌堆积 人就成来了一个行走的细菌培养敏 当然你不洗头 第一反应也是臭 然后慢慢的就可以养动物了 看到最后 你还要当一个不爱洗澡的臭人吗 勤奋起来让我们好好的洗澡 做一个爱干净的好小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